國民黨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端午節連假第一天 出席新北華龍州活動 後續將啟動敗會之旅 南下強化組織作戰 而對於名嘴黃偉漢建議 宣布辭聚市長展現破釜成舟決心 挽救選親 侯友宜再展現打死不退精神 其實我在這過程當中 我相信 零年五二年 我當選總統 就會把地方現在面臨的困境 隨意地把它做解決 而也凝聚台灣各縣市的向心力 不過侯友宜民調沒有起色 黨內基層感到焦慮 立委陳玉珍建議黨中央有所決斷 比照換注時的做法 明定候選人民調不能低於15% 就是有點像以前 宏秀柱不是有個房磚條款嗎 那我們不要等到出現 我們在七二三年前 至少大家有一個idea 有個想法說大概到什麼情況 怎麼樣要一個決斷 我們尊重 但是我認為不合適 不合適 不合適 面對黨內拋出劃下停損點 會有疑則重申 相信團結就會勝選 我們團結在一起會跳得更高 走得更遠 最終我們一定會贏 達到我們的目標 大家一起往前走 新唐人有的第一次爭議好 劉志穎 台灣特別報導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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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